五月中到現在 其實八大行業已經停業將近四個月了 雖然都這樣二級了 但是中央還是沒有說清楚 八大行業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復工 在台南就有一名女子 她因為是八大行業人員 但是又是因為沒有工作 那她生活陷入了困難 沒有辦法還債 所以結束生命 在台中還有50多名的從業人員 走上街頭舉牌抗議怒吼 說到現在都還沒有拿到一毛的紓困金 希望政府可以幫他們想想辦法 台中八大行業集結 小姐幹部從業人員五六十人 舉牌表達最憤怒抗議 老闆 我們都吃殺了 我說我比你們好一點 我嬌頭 我差點房租繳不出來 甚至我差點被斷點 政府沒有給我們一個配套措施 五月份三級警戒後 八大行業就暫停營業 經過將近四個月也降級了 各行各業陸續開放 但八大行業像孤兒一樣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工作 也認為中央不說清楚 復工的條件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我的公關前一陣上個月兩個人自殺 我就回來了啊 有用嗎 醫藥費誰付 我們付 孩子的補助費怎麼付 生活過不下去幾乎把人逼上絕入 經濟部雖然承諾會給予八大行業補助 但員工強調出面訴求的不是討錢 而是要爭取應有的工作權 台南一名五小姐好幾個月失業沒有收入 不堪生活壓力服藥親身 身後留下一子一女 家屬連塔位都埋不起 她的胞弟也帶著八歲 子女現身 八大行業喊話拜託政府放他們一條深入 不管中央提出什麼標準都一定會配合到底 只希望能趕快工作賺錢 記者台中台南綜合報導 好 八大行業的從業人員 在今天走上街頭 希望可以盡速開放八大行業副業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 他表示 施打疫苗覆蓋率如果沒有達到60% 那麼就不會開放 這八大的本身 如果施打疫苗的覆蓋率 沒有到達一定的程度 我們大概也不會考慮 不過應該也是要到達60% 我們會盡量的快 那進來當然這一波的疫情 我們要特別的小心